你看那儿 我以前毕业的时候 那栋楼还没起呢 真是万丈高楼平地起 我让你看那儿 你看我干吗 你还别说啊 你长得还真不难看 什么叫你长得还真不难看 喂 我念书的时候可是笑花呢 你应该说 杨白云 你长得真好看 我这人就爱说假话 你长得真的最多就是 真不难看那鸡鸣 我前两天刚刚卫妆 那怎么办 你太狠了 你必须向我道歉 你没事吧 我 我 别 我受不了 我逗你 疼 玩累了吧 这一天 蹭客 跑步 巡师 访友 连食堂菜你都尝了一遍 还有什么未完的心愿 我好让你做到你 陪你完成 排骨年糕 排骨年糕 我们学校做的排骨年糕最好吃了 好多别的大学的学生 都特别来我们学校食堂吃排骨年糕 好 现在 食堂没有了 行啊 留点遗憾吧 留点遗憾挺好的 留点遗憾干嘛 这样吧 我知道有一家排骨年糕特别好吃 我不陪你去了啊 我发现你对我的仇恨并没有完全泯灭 只是换一种方式 想直接把我撑死对不对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耍赖呀 你吃了多少我就吃了多少 真是 最多只能说我们是同归于尽 真没发现你挺能吃的 一个小姑娘比老爷们还能吃 不怕吃成个大胖子 吃成大胖子又怎么了 吃成大胖子我就给压死你 知道吗 以前我在学校 谈了一场 很忘我的脸 那时候 我们老坐在这儿 后来分手了 从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 什么事情 都要先保护自己 不能再这么忘我了 如果自己忘我 谁还会真正在乎你呢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就一直很保护我自己 你知道吗 如果每个人的一生啊 都是一个故事 那我就一直在设计我自己的这个故事 你想听吗 好啊 我一直 都很要强 很要强 很要强 再找一个 能够让我不要那么要强的肩膀 一个可以 依靠的肩膀 但是 越是像我这种女的呢 就越找不到一个男的可以依靠 因为那些男的都觉得 你很能干啊 不需要我们呀 很可悲吧 我喝多了 我喝多了 还好 都是你让我喝多的 你小时候你爸 你小时候你爸 没教你喝酒的礼仪吗 怎么可以让一个单身的女孩子 在你面前喝那么醉呢 没教过 我五岁的时候我爸就死了 还没来得及教我学会喝酒 我跟你差不多 从小就没有爸爸 干嘛呀 我们俩 好 好的 知道了 好 就这样 是不是公司来电话 招标会的时间定了 招标会时间调整了 这样也好 我们时间更充裕一些 不过 今天我得赶回去 今天可是你那个潘志云的 歌人演唱会啊 没错 你 要走啊 我有点事儿 今天我要跟老妈赶回去 我跟老妈赶紧了 本来我还想带你去崇明岛看看呢 那 下次吧 今天不行了 公司有急事吗 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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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事儿 你们公司倒挺 挺闲的 我看也不催你嘛 其实我就当给自己放一天假 晚一点回去也无所谓 要不 你也放一天假吧 这个季节崇明岛很漂亮的 关键是我今天回去 晚上要听一个比较重要的演唱会 欢迎登机 您好 欢迎登机 走啊 她后面呢 您好 您好 您都可以跟前面的鸡排吗 座位在里面 谢谢 谢谢 来 来 这儿 我坐里面 季山啊 我觉得这两天这几顿酒白赔 没意思 竟是一些小公司迫不及待的 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我觉得没什么收获 你说呢 我说什么你没听到啊 我听到了 说这几天你酒白喝了 你接着说 是白喝了 回去还得找我啊 爸 到了 刚落地 好 马哥 我妈问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回家吃饭 替我谢谢老人家 你看 你嫂子把饭也做好了等着我 我就不去了 好好好 感热 妈 马哥他不去了 他着急回家 好 再见 好 妈 您做什么好吃的了 不 哪 我 您做的 排骨年糕 妈 那我带另外一位朋友去家里吃您做的排骨年糕行吗 好 真好吃 真的特别好吃 那就多吃点 谢谢伯母 真的特好吃 行了 吃完再开马里 我要知道你这么爱吃 我再多做一点去 请 再做一盘去 行了 妈 喂它两盘的猪肉也不便宜 差不多行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姑娘 对不起啊 我儿子就是这德行 看着呢 人家确实挺喜欢吃 下次想吃再来 让妈给你做 妈 她不是我什么客人 她是我竞争对手 我今天是见您这排骨年糕 跟她套劲了 行了 越来越没正经呢 人家长得那么漂亮 怎么会是你的竞争对手呢 那漂亮就不能是对手了 多姆 我跟积山是朋友 姑娘 你长得可真逊 我们家积山 从来都没带过女孩子回家 这是第一次了 妈 妈 那个 千万别闭着什么 那个 是这样 今天路上正好她说到 她想吃排骨年糕 我给您打电话 正好您正在做排骨年糕 两个字不一块了 没什么其他关系 好啊 行了 我是算满足你想吃排骨年糕的心愿了 差不多吃完了 马上开路 各忙 你怎么轰人家呀 人家还没吃完呢 我吃饱了 吃饱了 婆婆 我吃饱了 我吃饱了 反正公司也挺忙的 下次有机会再来看你 行 行 你们都是忙事业的人 要不这样 我去把这年糕给你打包回家 热了就能吃了 不用不用 别别别 千万别 行了 别撞了 妈 你打吧 看 妈 妈 姑母 妈 没事没事 我就是有点头晕 怎么头晕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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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我去 你别动 你别动 我去吧 你别动了 行了 孩子 没事 伯母 头晕 得去医院检查一下 不用不用 姑娘 我的身体我知道 现在去医院看病多麻烦呀 我听电视上说呀 挂一专家号 比买春衣火车表还难 行了 不错那车呢 你再坐会儿 来 行了 你先坐会儿 我去系条领带 干嘛系领带呀 晚上会有个重要场合要出席 你知道吗 我真喜欢你妈妈 你妈妈跟我妈不一样 她呀 一看就是一心为了你好 但是呢 又不想用爱 束缚你的母亲 你总结得不错 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能问你个私人问题吗 我差不多能猜出来 你想问什么 那我想问什么 你想问 袁卫东跟我的事吗 别问了 走 是因为她吗 我想和你去看她的演唱会 我知道 今天是潘芝云女士演唱会 我在飞机上想起来了 我看过那个广告单 我就想听她唱歌 就这么简单 这里好像只有你穿的最正式 这个是说的 只是很拥よし 这被大家充答 你机会 我 一个 drink 就是 甚 好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说再见 就让一起走了 这不是极容易的事 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他淡淡的来 让他好好地去 到如今年复一年 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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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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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唱不伤心处 是啊 对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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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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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et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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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ncher 停止怀念 怀念你 怀念从前的缘啊 海风载起 只为拿捞我的手 恰似你的温柔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堪堪说再见 就让一切都走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是先走了吗 怎么才回来 我回来到公司 你在这儿待很长时间了 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你说 有一种感觉 我已经遗忘很久了 那种 真心去爱一个人的感觉 即使 我对怎样应付各种各样的男人 都已经很熟练 熟练到不觉得累 就像基因里的编码 条件反射出来的反应一样 但是还是会有人出现 打乱这边吧 我找回这种感觉了 这种真心真意地爱上一个人 我和他拥有未来的感觉 和他拥有未来的感觉 和他拥有未来的感觉 我很珍惜这个感觉 我很珍惜这个感觉 因为 我不是一个烂情的人 所以我想问问这个人 他愿意吗 我不会用感情做商业间谍的 对不起我 别说了 我知道了 时间也不走了 我先回去了 我送你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幸好刚刚你翻过 我是在台阶上翻的 你会不会有点指导 你的家里 我还会有点东西 你会有点东西 我开心 我开心 你会有点东西 我开心 我开心 就会有点东西 你会有点东西 我拿他 你会有点东西 他在东西 我大学 你会有点东西 叫潘东山不错 有魏东一字 有我一字 也预示咱哥仨 东山再起 臭叫潘东山 预示咱哥仨 东山再起 你家孩子的骨折比较严重 光是上加板还不够 必须做关节软骨损伤修复手术 但是这个价格呢 比较比常规的要高一些 那价格要高多少 总共要多少钱 大约三万五左右吧 要这么多钱 可是 我现在的经济条件承担不起啊 大夫 孩子的手术费 您不用担心 我来承担 我是孩子的伯父 我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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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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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米 我来了 十年了 瑞米 我来了 瑞米 我好想你啊 你想我吗 瑞米 你知道吗 我们有个儿子了 他叫潘东山 瑞米 我还记得 你以前告诉我 你十岁的时候 原位东逗你 要你从眼睛院的他舞台上往下跳 结果 把你的左腿摔骨折了 现在 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 跟你一样 也是在十岁 也是从舞台上掉下来 也是把左腿摔骨折了 他还想你了 他 你快点醒过来吧 你亲眼看一看他 那是我们的孩子 我记得吗 我记得吗 平 我一直想给你美好的生活 这次我以为我做到了 可事与愿违 你 我是个废物 无言再见 你 只有一道别来解脱 我 美美 这就是你留给我的遗书 我 我想知道 你在最后的时刻 就只有这些话留给我吗 这封医书 十年了 我一直待在身边 你 你刚才 说 瑞民的遗书 可以给我看看吗 他 你 他 是 他 他 他 是 别 先生 不让我进 袁总 他好像不是我们大神公司的人 我们好像不应该让 行了 出去吧 我记得 当年我送过你一样礼物 是我一直随身携带的 你还在不在 你什么意思 你还嫌搅和我搅和得不够是吗 你搅和到老婆也没了 女儿也没了 我的买卖全给你 我再问你那样东西还在不在 你不就问包皮小本吗 你以为他在哪 我扔了 什么 还是我压在箱子底下 我告诉你唐极山 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他放在 连我最近的地方 现在拿走 我接着跟你说过 这上面有我爹的一条命 还有旧的 我的一条命 我现在问你 这上面 还有没有别的命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印记了 我印 tienen一个 那他接着挑战时 正解脑 李不给你 般 现在许凭 他写的 后那篇我写的 能分钟留 像 真像 不是 不是真像 简直就一模一样啊 他伪造了我的签名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的 还真挺像的 他还没来 我什么时候 我只能把他伤害 我只是信任 不信任 想让我 不信任 我自己的 有人被判断 你前面 我连打 你 想知道 的 害 我 我 我 说话 说话 我承认 你到底对瑞明做了什么 那诈骗案是不是你干的 说 这十年老是不是我替你做的 说 你听我说 当时那些事情 是瑞明和我一起干的 可当时我们也是被人给骗了 我没办法只能跑 就录出时候出车祸了 一不小心 瑞明坠崖了 我当时想救他了这 你还在撒谎 我还想去救他 我还想去救他 为什么要编这个银束 我没有 一六九 你听我说 我当时是想去救他的呀 我下去之后 他一脸的血 他 他下面 他也没我呼吸了 我没办法 我当时只能这样 我先编一个银束 把所有事情先堆到他的头上 我没想到千年叛你这么多年 我害怕我没敢去自首我承认 可是 你让我怎么办 我还有小云啊 小云你需要照顾的 是你毁了瑞明 毁了我 真的 叔叔 你冷静冷静 我要毁瑞明的话 他一年十几万要被谁给的呀 我这些年我拼命之间不就这样吧 你相信小云谁照顾他 当时你接见我没法救你出来 你听说什么 不是人想的那样 真的不是人想的那样 哒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我 刚出来的时候我告诉过你 整个大伤一半是你的 我对不起你 现在 你要想要整个人都拿走 你想要什么 只要你说我全给你想要什么 我要你袁卫东 造保养 从此以后 我们不是兄弟 瑞明也是 你不配 我是准备 你不配 你不能够 你不配 我 你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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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你留下来的那封遗书 那里边的每一个字 这么多年 不想让你把鸡 时时刻刻地插着我的心 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您是骨科病区 潘东山小朋友的家长吗 是 他怎么了 是这样的 骨科呼吁部啊 打电话来找您 现在您的孩子已经做完手术了 请您现在马上去接他 好好好 我这就来好吗 谢谢啊 不客气 内敏 我去陪东山 等他能插起来了 我就带他去见你 好 好 我来好 我来好 你来好 再来好 我来好 你来好 我来好 你先挖起这儿了 你还钱 把他俩半了都不够 巨额诈骗是他们犯罪 我的话你不见了吗 我怎么才是你打开不死的 你在哪儿 公司行政处的人给我来电话说 你和袁总打了一架 是真的吗 出了什么事 你在哪儿 我在酒吧 你一个人吗 袁总吗 我不认识这个人 您见过大声说话的吗 来 来 这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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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来 好 来 来 几个诗涵 再这么说 小范怎么这样 几个诗涵 太不错了 这件事 不认识的 我本来以为 这天永远不会来 我本以为 我可以蒙混过关了 可谁想到 她还是发现 今天她来找过我 我们俩彻底败了 而且她还替你也做了主 说我和你也不配做兄弟 三儿 你要是醒着的话 会像她一样 也和我恩断义绝吗 这十多年 我什么都跟你说 甚至我都告诉你 我和小范已经 我知道自己是混蛋 我知道我已经无药可求了 就像她看着我的眼神 就像她看着一块已经 腐烂的丑肉 就像她的丑肉 三儿 你现在睁开眼睛 也能看到一个这样的我 我们俩真是 不是冤家不举头啊 是 既然她已经不把我当兄弟了 既然她已经向我宣战了 那我不介意 让腐坏的 更多一些 你最幸福 在戈萨里的 你最幸福